这是家里养的鹅 很多人都说养鹅好过养狗 因为这个鹅看到陌生人来的就这样 鹅鹅鹅的叫 现在呢 这四只鹅就是我家里面养的 不要说陌生人 就是连我它也会叫的 看到我也会鹅鹅的叫 你看 你看找近一点它就这样叫 好凶的 这个鹅鹅呢 就是找近了 它就是一只战斗的样子 好牛逼的 你看它要出来了 要出来给你打架的那种 你看你看你看 哇 这家伙 你找近来它又来你又来 你看 你看 请看 进去 找开找开 不去找它吧 啊 就是 啊 说啊 大家都说 这个 仰鹅就 好过仰狗啊 啊 咬嘴狗呢,看到人呢,过来他都不叫了,但是这个鹅呢,就不一样,只要看到陌生人找过,不是说,不是说要找到我们这边来,就是有时候看到人家从上面的路找过去啊,他也会叫的,也会呃呃的叫,不仅陌生人啊,就是我们,我们自己啊,也会呃呃叫的,就是我妈,我妈经常喂他呢, 他就不怎么叫啊,就是我们其他人呢,呃,从外面回来,或者从家里那边回来,因为他是在这里见羊的嘛,要走过来,他看到了,他就会呃呃的叫啊,呃,就说这个养额,比那个养狗啊,还会看家啊,啊,养额,呃,看家比狗好啊,就是,怎么说, 这个养额呢,他看到某种人,他就会叫啊,只要是咬一点动静,他听到了都会叫啊,那个好像他们的,那个听觉啊,不比那个狗差啊,如果养狗的话,狗咬到人呢,就是比较麻烦了,但是养额呢,就不一样了, 鹅虽然他放出来,他也会嘴员,啊,但是,鹅啊,嘴员只会,啊,咬点痛而已,他不像狗那样,咬人就比较麻烦了,所以说养,养狗好,只要他看到了陌生人,走进,走过来,他就会呃呃的叫,大家刚才也看到了,啊,哇,走过来,他也是叫的啊, 要放脚,放脚过去呢,他也会这样,你看,又来了,你看,这个,这个是,这是熊的,熊鹅,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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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他家伙,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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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找出来了,找出来了,你看,他这只找出来了,这家伙,你看,这个挺凶的,挺凶的,哎,确实是养额比养狗, 好多了啊,朋友们,大家对此怎么看呢,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养额比养狗还好呢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呢,好了,这个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,拜拜